我们都说心大量大,在相度里能撑传,一个人心胸宽阔,荣德下人,荣德下事,在生活中就不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想不开,一个人如果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一点点小事就翻脸,这样的人到底小气,成不了大气后,甚至人人敬而远之,成了孤家寡人,这样的人往往没有福气,一个小气的人,都有以下五个特征, 如果不知道扩大自己的心量,往往会落得浮浅命薄的命运,这里是大到无形,分享国学感悟,欢迎订阅 一,做事缺乏眼光和决断,曹操曾经跟下属谈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心之危者 能观一踏,心之常者,能观一语,心之大者,能观一国,就是告诉我们,小气的人往往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的事物,而大气的人却可以看到整个国家的变化和命运 小气的人做事是缺乏长远目光和重要决断的,因为他们小气的心性,导致了他们短浅的目光和寡断的性格 这往往会让他们在做事的时候,只能看到眼前的表象,而不能拥有长远的眼光和果决的判断 这样的表现,会让他们在人生的路上无法抓住重要转折和机遇,从而难以对生活有所改变 小气的人,眼光短浅,对待一件事情值不值得做,常常总是把眼光放在短期的利益上,而没有久远的思想 如拔苗兹长般,把本人前面的路堵死,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积聚的过程,正所谓后继勃发,只要质变到一定水平,才会最终产生质变 小气之人,不晓得对人对视,要多怀善心,总是看着眼前的利益,不顾久远的开展,人的一辈子很长,像是一场马拉松 前面输掉一点,并没有什么,笑到最后才是成功者,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只要多做好事 少一些不好的心机,才干让人愈加观赏本人,让本人的福报越来越多 因此,这样的表现是需要克服的,做事情学会去全面考虑,并且不能优柔寡断,才能抓住机遇,小气的人生谁会喜欢呢 有个预言说,一只猴子死后,见到了上帝,他恳求上帝让他下辈子做人,不要再做被人戏耍的猴子了 上帝答应了他,不过提出了一个条件,让他先做成一件事情 然后,上帝叫来几个带着镊子的天使,让天使们按住猴子,把他身上的毛 猴子吃不了这种痛,呲哇乱叫,愤怒地向上帝抱怨 仁慈的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简直比那些人类还残忍 上帝没有生气,笑着对猴子说,你既然要想做人,那首先自然就得拔掉身上的毛了 否则,拔一毛不为,如何能做人呢 很明显,这里的拔一毛而不为形容的就是那些太过吝啬,待人抠门的小气之人 这种人往往为他人所不喜,所不屑,因为他们凡事不想付出,只想收获,不愿意分享 更不懂得奉献,像这样的小气之人 你即使在付出真心,或者对他付出的再多,他也不愿意对你有所回报 所以,这样的人是不可教的,遇到了,也要尽早远离 小气的人,为人往往会比较吝啬,不愿意为别人付出 这样的人对别人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 面对别人的求助,有也会说没有,怕别人借了不还 怕自己遭受了损失,怕自己吃了亏 农村有一句土话说,属铁公鸡的,一毛不拔 人家有事情你不管,你不帮忙,等自己遇到了困难 别人也不会帮你,人活着都有求人的时候 如果太吝啬 不舍得出钱出力,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对待你 太吝啬,一定不是自己的福气 我们都说,有舍才有德,做人一定要大方 能够舍得为别人付出,才会得到别人的回报 投逃才能暴力,如果总是那么吝啬,没有人愿意和你来往 也没有人愿意和你合作交朋友 三,嫉妒他人获得的成就 小气之人,总是很容易对别人眼红 怕他人比本人有钱,怕他人家的房子比本人大 怕他人的成就比本人大,人比人,气死人 你不是世界的主宰,永远有人比本人凶猛 由不得你不承受,假如总是和身边的人比,和一切的人比 最终并不能得到什么,改动什么 反而会让本人活得很痛苦 心里看的想的,都是让本人不高兴的东西 做人要把本人的心怀放宽一些,把眼界提升一些 有句话说得好,假如你站在第十层,则往下看到的全是美景 可是,假如你站在二楼,往下看的则全是渣子 小气之人,常常是没有高度的人,总是喜欢嫉妒别人 心里总是装着不好的东西 与其让本人在嫉妒中迷失心智 还不如好好提升本人的高度 让本人站得越高,看得更远 四,只进不出,不懂得回礼 小气的人,最明显的生活习惯便是抠嗽 他们往往被称为铁公鸡 原因就在于,他们一毛不拔的生活习惯 陈安芝曾说,要想获得什么,就看你付出什么 我们想要收获别人的善意,就需要付出自己的好心 当然,在面对别人的善意时,我们也需要回馈同等的回报 这样的行为往往被称为回礼 小气的人习惯将物质财富看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在面对别人的付出时,他们会坦然收下 可到了自己于情理上需要回报的时候 他们便会资诸必较,不愿意牺牲这一份利 不过这个社会对于小气的人,有自己的一套惩罚方式 譬如你这一次接济一个小气的人,若是对方没有表达出应有的感谢甚至回报 那么你便会逐渐将这个人移出好友圈,长久以往 一个小气的人只会收获身边人的疏远 五 忽视亲情 王剑诗中曾说,一间茅乌盒所值,父母之乡去不得 绝大多数人的心中,亲情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可在小气的人心中,亲情的地位并没有那么重要 小气之人往往将全部的视线放在自己的利得诗上 极度自私的结果就是将家人也视为和自己抢夺财产的小偷 亲情本是最讲究无私的情感 父母为了孩子可以无偿付出数十年 孝顺的孩子愿意为了照顾父母四处奔波 可小气的人并不愿意这样 在生活中,我们不免看到身边一些将亲情看得很淡的人 他们嘴中很少提及自己的家庭 行为处事,也不为自己的家人考虑 似乎他人生的目标只为了将自己的生活过好 家人在小气的人眼中更像是无偿劳动力 他们少数提及亲情的时候便是利用亲情进行道德绑架 指使别人为自己做事 可到了他们该为家人付出的时候 却推三阻四,不愿意在自己的家人身上付出 甚至会将亲情视为自己生活的累赘 小气之人往往和环境构成一个恶性循环 他们小气的性格遭受到身边环境的排斥 而环境的排斥又会加重他们为自己着想的信念 小气之人想要改变自己并不困难 亲情便是最关键的一点 一个人若是能够在亲情上面不自私 那么我们很难去指责这个人是一个自私的人 这应该是这个社会普遍认可的观念 一个小气的人往往身上具备上述三个生活习惯 这些习惯难以通过伪装去遮掩 因为他们的现实生活处境会每时每刻提醒我们 对方是怎样的人和小气的人共是辛苦 而又难以得到回报 想要从小气之人身上收获回报的人往往下场凄惨 这不得不说也是小气之人的一个特征 这里是大到无形 分享国学感悟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